我們現在開始來看 體層 排汗層 排汗層的功能 要吸濕快乾 這兩個功能就跟廚房的門部一樣 你要能夠吸濕 你要一扭就乾繼續吸 然後要透氣 不然穿起來很溫熱 你這樣又吸濕又快乾的話 就會滿透氣的 只不過我們衣服上會增加一些透氣的方法 譬如說前面的前肩的拉鍊 或者是腋下 腋下這邊可能會做不同的配布 更薄的布 或者說就是雨衣會開個腋下拉鍊 來增加透氣 對 會有這些方式 我們體層常見的柴翼質 其實不只是體層 大致上很多都是用鋸子纖維 就是Polyasic 就是Rome 我們去那種 然後羊毛 以前在鋸子纖維還沒有這麼好之前 大家就喜歡穿羊毛 因為它除臭抗菌 濕了也有一定的保暖作用 對 最多羊毛在以前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現在鋸子纖維越做越好 我覺得我現在羊毛我已經今天被淘汰掉了 因為具體的優點是太多 好的 知法好的 對 那什麼是好的 很貴的 很遺憾 很遺憾 的確是這個樣子 登山用品 我覺得價格真的有決定一定程度上的 一定程度上的功能性 這個真的是騙不了的 好 尼龍耐磨 我有一件褲子給我磨了五年 還在穿 對 大家等一下可以看到它其實 外觀上是蠻慘的 但是還是可以穿 好 那我們底層的厚度要怎麼來選擇 我們在購買的時候 有些品牌他們會用型號來區分 譬如說 帕拉高尼亞的這一個單字 我不會念 這一個系列的 這一個系列的衣服的底層衣 它有分這 一二三 四種厚度 然後如果說各位上 上他原廠的官網去看的話 他們都有 都有建議 怎麼說穿這個 daily 他們就是建議 在一般的時候穿 那一位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越來越厚越來越厚 他們泡泡的 每個人不一樣 對 有的人很怕人 有人不怕人 就要自己去拿捏 對 然後十種厚度是一樣 這個系列的他們也會去分 這個是用型號來分 羊毛的話 他們會用磅數去分 譬如說羊毛 在台灣比較知名的兩個品牌 大概就是Smartwood 跟Icebreaker 對 Smartwood現在是一間西域國際代理 然後Icebreaker 是肯去生五蛋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他們會有一百兩百 一百五秒五兩百 他們的分法 不過大致上就是 數字越高的越厚 那就越薄 對 然後在台灣的話 我是穿Icebreaker的 我大概上高山穿到兩百 就 我就覺得就夠了 對 因為我們在行進間嘛 台灣又不是真的會那麼冷 所以穿到兩百以外就夠了 對 然後 不管多厚的底層衣 你遇到吹風的時候 你還是沒側 所以吹風的時候 還是要靠外層 再加外層 對 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用材質來分 我們看到Polar Tag 大家可以 我們去點那個連結的話 就可以看到Polar Tag的光光 我們可以看到 Power Stretch Power Drive Power Green 這些是比較薄本的材質 大家看到衣服上面 有這些標示的話 它就是比較薄本的材質 甚至它們會被做成中層 有的時候 對 就是Power Stretch 硬有的放在那裡掛 中層的 也是會用那個來做 所以大家可以用材質來分 用重量來分 如果說沒有型號 沒有材質 廠商也沒有提供吊牌資訊的話 讓我們大概 大概 大概秤一秤 兩百克左右是薄的 三百克是中厚 三百克也算是厚的 那這數據怎麼來的 就是在下 在下的衣服 就是我大概可以聊我而已 不知道大概就是這樣子吧 不過大家等一下可以來看看 我所謂的厚部大概是怎麼回事 三百克 小夥小夥小夥小的 小夥小夥小夥小的 小夥小夥小的